大家好,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杏仁瓦片饼干 自制的小零食特别的好吃 又香又酥脆 首先准备两个鸡蛋,蛋清蛋黄分离 取出其中45克蛋清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20克白砂糖,搅拌均匀 再倒入10克融化好的黄油,再次搅拌均匀 之后再倒入10克低筋面粉,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即可,像这种状态就可以 最后再倒入70克杏仁片,翻拌均匀 让每一个杏仁片都裹上面糊 再盖上盖子静置1小时 静置好之后,我们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用勺子舀入烤盘中 按压铺平整理成圆形饼状即可 烤箱提前预热,剩下火150度烤15分钟 烤至金黄酥脆即可出炉 这样我们的杏仁瓦片饼干就锁好了 嘎嘣脆特别的好吃,孩子的最爱 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